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都呼啦呼啦呼啦都吃下去了 三儿辣语 她说 我妈说了 你看你做的面条 谁能吃得下去 就你能吃 又能吃酸又能吃辣 而且量还大 过了一个月 过了几天就告诉了 哎呦 我搞不好真是怀孕的 我着急啊 那我一停的头头晕了 你着急下一回你就别去她家了嘛 去检查检查看是不是啊 结果呢一检查是 也是在协和医院一检查 说是四个 四胞胎也是在协和医院 她是特训门诊 就是有个协和医院不是有个特训门诊吗 检查的 她是和教授检查的 这个教授是姓马吗 我问过她 她说叫 不是好像不是姓马 她说叫什么呀她是马 不姓王吧 你这王吧 有姓是姓的 她就是姓王 好像说姓王 你看看 这个教授是个教授师 从美国留学回来的 你在网上有没有查过 协和医院妇产科 有没有一位姓王的 美国留学回来的教授啊 我还没去查 没去查 教授跟她说过 你这个人啊 她我在美国也见到过 那就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人 可以说在中国很少 在世界上很少 你是那种生育能力特别强的人 不敢占就 一占就在怀孕 那你后来有没有考虑过 制定一个不占计划 她老给你打电话 老说你来吧 你来吧 我说不去了 我说不去了 我说这不得了 我一战就有一战就 谁也在这就感动了 对不对 他说人家不注意点吗 咱们可以注意点吗 现在我看来这个人是 他早有遇到 对 这次管理要多少钱 四个孩子 3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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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然后呢 这次 09年 10年 10年 是怀了五包胎 五包胎 五包胎 你现在给我们一个确定的说法 他最多的时候到几包胎就行 六包胎 07年做掉了一个三包胎 08年是生了一个三包胎 09年怀了一个四包胎 继续做掉 到11年又怀了个六包胎 五年之内怀了21个孩子 怀到五包胎的时候 先生 他管你要了多少钱 一共花了98万 他开始说呢 是押金是50万 押金 什么地方押金有50万啊 他说这么说 说美国这个医生说了 说想这种多胎的 必须得一个一个做 做完以后 再高档这些网 蜘蛛鞋 过一个星期再做另一个 要做五次 五个孩子 五周 五个孩子上次住了三个月院的 将近的 最可恨的是11年 这次这个六包胎 如果按照刚才您那个逻辑的话呢 这次他又是先给您一下毛毛鱼 还是那个 还是那个吃东西 他是不是一说他吃东西 爱吃酸的辣的你就着急 我着急吗 哪吐都晕了 当时他妹妹跟着呢 她妹妹说你都别哭了 你别哭了 赶紧想办法吧 后来医生说了 他说你这样也做也可以 我们这次一共收你100万 一共收100万 押金是60万 押金到哪家医院呀 他是协和医院嘛 北京协和医院呀 北京协和医院嘛 此刻你就不能给协和医院打个电话 说做个六包胎 需要不需要100万 我就重复相信他了 这回应还能讲吗 这玩意他呢 这次又骗了你100多少万 108万 这个钱哪来的 借 你怎么跟人家说要借钱 我是这样 我现在借了200多万块钱 借了10万块钱以上的人 我都可以说实话 借给你钱的人 就没有一个人提醒你说老哥会不会骗你 有提醒的 他说是是那么回事吗 你对不对 你给他讲的是怀了六包胎了 我说我说对呀 我说你赶紧的嘛 别问了 就就就就很明示 都知道是 先生 此时此刻他从你这拿起来多少钱 我给了他一共签后是350万 好 因为这350万中家牵扯了很多人很多事儿 其中多次提到北京协和医院 然后呢多次提到在这里呢做这样的手术 为了让大家更多了解 今天我把我的一位好朋友请到了现场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北京协和医院 处产科的马教授 马教授好 马教授好 你好你好 专家来了 专家来了 您是马教授 你以前没有姓王吧 我帮您问一下大概情况啊 马教授您好 你好 刚才我们的节目您都大概了解了对吗 我听到了很清楚 您做了多少年妇产科医生 做了24年吧 您一直在协和医院工作吗 您在24年中在你们的医院或者临床上 您见到过一个女性和一个男人 一下子怀了六个孩子的这种例子见过吗 没有没有见过 五个的见过吗 没有见过 四个的见过吗 四个我听说过 听说过 对对对 三个的见过吗 三个肯定有 就自然结合三个是有可能的 对 好这是第一 第二 刚才这个先生讲了一个 他说怀孕五胞胎 医生说需要 拿出来 就是做掉一个 止血 一周之后 做第二个 然后止血 这样才要花那么多钱 请问医疗手段上是这样处理的吗 不可能说做一个留一个做一个留一个 这个掏不关键的 就是从你要想这么做就很难 就不可能隔一周做一个 不可能就是你要想这么做都做不到 没想到就碰到一个这么实在这么傻的一个人 如果有一个先生给您打电话说歪 我想问一下一个人要是生孩子的时候 他说他生了一个一个礼拜以后再生一个 指完结再生一个您会怎么回答他 那是机器人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 在协会医院如果做一个流产需要一百零 一百零八万 一百零八万 这种可能性您觉得大吗 马大夫 这个我们应该讲没有这样的一个收费 因为我工作到现在二十多年来呢 我们的收费标准没有改变 在你们那做一次流产手术大概需要多少钱 普通的大概也就是几百到一千块钱那样的最多 我还想知道一个常识 我比如说我怀孕了 我要做流产手术 一宝台和双宝台和三宝台收费不一样吗 没有说因为跟个数来讲呢 去这个收费的标准 说做一个收多少收两个多少 没有这样的收费 对他不是论个的 他不是论个 他跟买鸡蛋是两回事 对啊你看我们去买鸡蛋有时候 买回来的时候是一个 啪打开是两个环 但是他收的也是一个的钱 对吧 先生医生讲这些 其实在这个之前您大概也知道了对吗 不知道 还不知道 我对这个医学上一直无所知 我想知道马大夫 他刚刚还说了一个 说有些人呢 属于是疫运人群 而且呢 一怀就容易是多胞 在医学上有这样的人群吗 就是遗传因素吧 有这种可能 但是不大 我想问一下这位先生啊 在你们的家族里边有没有两胞胎以上的这样的记录 没有 没有 你的那位女友她们的家族上 除了她和你之外 她们家族有没有这个两胞胎以上的记录 有 她说她姐姐是有个双胞胎 她姐姐您见过吗 我也没见过 她姐姐的双胞胎你见过吗 没见过 我想知道一个流产手术 会住三个月的医院 这种可能性大吗 住院做的话 大概就是两天左右 对吧 两天就是三个月不可能 不不可能三个月 没有没有三个月 就仅仅因为流产住三个月的没有 没有 这位先生你也有儿子 那个医院的那个手续和价格 怎么这么多年之后就能差别 差到这种程度 他还在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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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补工啊 补工就是子宫做完手续做多了嘛 那补工 子宫磨破了 所以必须在补工 没事这位专家等一下 咱们问一下 马教授 有没有刚才这位先生所说的补工一说 应该是没有这个 没这个词吧 去补工的 对 其实我说到这儿啊 我有一个感情 这位先生 当时他其实就是一个懵撞 就是说 他被这个段感情弄晕了头 然后他对这个女人无比信任 而现在依据我们在现场的访谈 我们会发现 这个女人其实不一定是一个人作战 包括他所谓的妹妹 他所谓的哥哥 表哥 对 他所谓的妈妈 甚至 这些人都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他可以随便编 您都没有动脑子 去帮他去找一点破绽 我觉得可能自己呢 在这里头的话呢 字很难拔出来 对 就是越陷越深 越陷越深 就是很难呢 去有一个人呢 从这个坑里呢 把你捞出来 是不是先生 您就是马大夫说的这样 越陷越深 对吗 非常感谢马教授 今天给我们讲解